在路口的裝置藝術上面 會秀出時間以及溫度 不過有當地的居民就發現了 測出的溫度大大的有問題 因為他們待在現場觀察 明明是大太陽的情況之下 但最低只有14度 而且最高達到87度 愛轟根本是在誤導民眾 這個電子室的時間 以及溫度感應器設立的地點 位於苗栗頭份市中華路 以及東明街口 當初是社會團體捐贈給頭份市公所 不過溫度計所顯示出來的溫度 大幅度的跳動 民眾難以拿來當作參考 大探認真就輸了 一方面也無奈的說 是不是公家單位的東西 沒有辦法要求太多 而負責養護管理的單位 是頭份市公所 市長先透過臉書來表示 將會請工程人員來進行維修